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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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君父 为何带我们来到大山里 来到这里寻找二位贤者 贤者为何居于山里 那是因为山王不能善待贤能 所以贤能只能隐居山野 这是国家的贤能 这是国家的贤能 这是国家的贤能之人不再自食于家 是的 这是国家的贤能之家 这天可是收获良多了 一会儿去我家吃酒 好 敢问谁是隐居的贤者 弘腰和太阎 贤者 我们就是猎户 只会捕鸟和猎兽 敢问先生是谁 这位是我君父 西伯 西伯 受我等一拜 快快免礼 回西伯 我就是红妖 我是太阎 他们就是红妖 太阎 我听说二位 劫网捕鸟时 总能网开一面 不绝于天道 捕猎野兽时 不伤慈幼 当年 福西市查天官地 告诉世人 山中自有天道 山中有鸟兽 泽中有鱼鞭 这是上天赐予人类的宝藏 善取善用 视为天道 爱护鸟兽 便是爱护自己 这是天道 也是做人的本分 就是这种本分 难能可贵 君子之德 在于爱惜万物 君子之道 在于知万物之始 小万物之中 商汤王之德 急于鸟兽 乃成大业 我周国 当以贤德之事 我求二位贤者出山 共治周国 我太阎 我红妖 愿 服作于西伯 后事记载 文王笃行仁义 尊敬长者 爱护幼小 对贤能之人 以礼相待 有时候 为了接待贤士 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 拜见贤者 南宫阔先生 您为人仁义 早年为将 同袍死于疆场 聚其后 世亲老 德与君子 相遇相知 同兴可攻坚可难 同德 可利有幽亡 不知先生 可愿与我 共治周国 请先生 共治周国 文王 以仁德之伯 红妖 太边 南宫阔 散一生 皆是仁义之事 愿意归顺文王 我一生 以诚信行事 愿 辅佐西伯 周文王盼望天下 也无余险 后来 在渭水之派 文王真的求到了一位 让周国得以心胜的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位 等了很久了 不敢紧扰 先生锤钓 先生直钩锤钓 为何 这钩却离水三尺 七种取鱼 乃常人所为 愿植株取贤君 复命者上钩 我就是那鱼 不 您是贤者 周文王喂水求贤 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就听 后世还有一句话 叫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这话好 西伯昌请先生教诲 治国新邦的良策 我曾经 事负伤亡 可伤亡无道 当今天下 若要造福世人 利益万民 必要有大贤能者 取伤而代之 西伯 敢 取而代之否 我来求先生 是为了 周帝百姓的扶持 无意取代伤亡 天下之贤 居于周地 天下民望 叛周代伤 诸侯皆以西伯为贤者 那伤亡 何能顾之 你不予代伤 伤终有一天 会害你 如果果真如此 我将如何 我将如何 昔日 吃游暴虐 而轩原事 休得阵兵 辉云师 以讨暴虐 华夏激励 万名乃安 此非为己 而为 替天行道 吴文西伯 善意道 而知天理 当顺天 而行 你以为 这其中的天道为何 天道本源 无非是 敬天 爱人 四个字 先生大贤者 敬天爱人 一云 道破天机 我等后世子孙 皆一以 福西为尊 以敬天爱人 为己任 敬天 爱人 这正是此一方土地 生命得以繁衍 文明 得以更续的根源 牢记这四个字 便能 不往来处 明知去处 先祖福西在上 请受后世子孙一拜 先祖福西在上 请受后世子孙一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